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那么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防疫作为会有不足之处 但是这时候呢就需要民间的力量来相停了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了民权社区发展协会来谈一谈 在整个疫情期间 他们要怎么样来协助社区里面的所有的民众 好好的安然度过 不管是确诊也好 或者是被隔离的民众也好 以及呢平平安安在社区活动的这些民众 大家怎么来安然度过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首先来介绍的是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 民权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邱秀兰理事长 理事长好 大家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民权社区理事长邱秀兰 再介绍的是我们民权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李厚纯 总干事总干事好 大家好 我是民权社区的总干事叫做李厚纯 是非常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呢刚刚秀兰理事长有讲到你们刚刚是先去处理了有确诊长辈的一些事情才赶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103岁的阿嬷确诊跟她的外傭确诊 那一大早差不多7点就开始拉警报了 那第一个我们就先过去将她的健保 那先拿去那个我们住家附近的诊所 先帮她刮号 然后整理准备帮她视讯看诊 那刚刚把她包括她的那个确诊夹跟她的健保 然后先把她弄好写上名字拍上照 然后上传之后我们才过来的 是 所以其实社区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你们提供了社区长辈 然后社区的这些民众很多的一个协助对不对 对没有错 因为在这一阵子真的是确诊人数太多了 如果真的是要看政府的力量真的是很有限 那毕竟左邻右舍以及我们社区的长辈非常的多 那在这一波疫情也避免不掉的确诊 那当然确诊之后我们有必须我们自己 要帮忙协助的流程 然后我们也尽量告诉我们的志工不慌不忙 然后大家一起团结 然后来协助所有的志工以及长辈 路过这一次的难关 是所以真的社区需要你们的一个力量 因为其实真的在讲 不管是确诊的民众也好 或者是说被隔离的民众也好 以及呢 即使没有确诊没有被隔离 但是呢在这个社区上面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 他们其实都会很担忧 对不对 确诊的有担忧他的地方 但是呢没确诊他其实也是担心说 我会不会被传染然后我应该遇到状况 我应该怎么办其实大家很担心 但是就是必须有你们在 然后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请教这个总盖室 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民权社区喔 我们知道说从事很多地方服务的工作 那么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 其实你们平常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 都做哪一些服务 我们社区如果长辈来这边运动的话 来这边他们会来这边运动 来这边运动的话 我们有受工帮他们服务 年纪比较长左的 他们参加既耐力啦 温暖失能啦 各种项目的话 我们会帮他 在哪一个位置 站定好那个位置 而且旁边受工会扶持他们 对会帮忙 其实就是一个社区关怀据点嘛 对不对 长辈呢 就是每天就是早上啊 下午啊来这边上上课啊 有没有 然后就是运动一下啦 毕竟大家聚在一起 会比较有活力 也会比较开心一点 对不对 所以当时应该就是很开开心心的 大家就是每天来上课 认识新朋友 但是呢 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长辈可能来的机会也少了 对不对 那那时候疫情发生之后啊 是不是整个社区 马上进入那种备战状态 还是说其实中间是有停顿的 有的 中间有停顿过 因为你们也在评估吧 因为我们也不敢 因为是会比较危险嘛 比较会传染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打疫苗 大家都会怕 对 所以就是能不出门 能不要群聚就不要群聚 对 所以当时可能很多长辈就是 乖乖的待在家里 基本上他不出门了 是的 基本上是一开始的 就是稍微停顿 可是在停顿的中间 我们都是有视讯的让 我们就有开 开两个时段 一个时段是早上十点 跟下午的三点 然后我们开这个时段 就是让所有的长辈 之前都有来到我们去的长辈 透过视讯 透过LINE的群组 然后大家能互相聊天 在去年里面 一开始在去年5月中旬的 三级警戒的时候 大家是看到视讯 大家聊天 然后互相 加油打气 对 然后拉勒 过生活 然后还有我们下午三点 也都是开放这两段时间 让长辈 那在这中间 透过视讯 其实长辈 有什么的需求 或是他生病 或怎么样 那这中间也有人 他心脏病的药 慢性处环前没有了 然后他又不敢出门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 又跑到第一线 然后去把他拿健保 然后到药局去拿 他的慢性处环前去拿 帮他拿药的 那甚至有一个急诊的 要送到医院去 然后也是很麻烦 那是当时在三级警戒 我们也是很头痛 也透过卫生所这边 来协助说怎么办 后面也都解决了 这是在去年 那在今年就比较不一样了 因为今年确诊 幸好我们跟那个 我们普吉普利基督医院的 詹医师都有联系 然后他常常 每天都会给我们新的一些 关于新冠 那个疫情的那个 你确诊的 一些知识 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自己朋友 从国外确诊的经历 我们会诊完之后 慢慢我们觉得说 那这样子的话确诊 其实如果你有打疫苗 那你也没有特别的 慢性病的话 其实不用那么紧张 那反而你看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很紧张 有慢性病的 甚至我们的癌末的长辈 原本很紧张 结果他们确诊 都是轻症的 就是喉咙 一开始是喉咙卡卡的 咳嗽 或是喉咙痛的 都是这样类似 或是流鼻水的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 透过这样子的协助他们 那我们在很多长者的身上 或是我们确诊的 志工的身上 我们慢慢发现 诶 确诊的人并不像 外面想象中的 那么可怕 对那么可怕 就慢慢慢慢 我们也知道 一个等于流程 要怎么去协助这些 确诊的人 你在第一时间该怎么做 第一个你觉得 你身体怪怪了 然后你就开始做快塞 那当你快塞两条线的时候 又要做怎样的动作 比如说 我们就准备帮他 拿健保 帮他协助他的手机 然后来做确诊视讯的看诊 那我们最麻烦的是 有一些长辈 他不会手机 他完全没有手机 而且他是一个人住的 这个是连他人不舒服 他打电话给我们 第一个快塞 我们要到现场去 这个 那个 独居的长者家 帮他快塞 快塞 还要用我们自己的手机 帮他视信 看着这个 风险是最大的 对 也是 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我们还是要 克服自己心理的那种压力 毕竟 这个长者 等于是 是长期都跟我们有互动 也是等于是社区的家人 对 的一个 一个长辈一样 那我们也帮助他 万一他如果真的在家 怎么了怎么办 对 是 所以我想问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你们自己研究 还是说 我们有地方政府 有去跟社区的这些志工们 有所谓的教学啊 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应该怎么来协助 是你们自发的呢 还是可能是我们的地方政府 就是要求你们配合的 哦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其实 我们社区据典里面 其实我们很多的长辈 跟志工都是 都是我们在社区大家 共同生活都十几年了 那共同十几年 其实就是像家人了 我的家人生病了 我就自动的自发的 去学关怀协助他 那至于经验里面 其实也是从去年日积月累下来的 一个经验 那累积到我们在今年里面 就社区的长辈跟志工 更多的确诊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关键里面就变成 每天在做同样的事情 就做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流程 那也因为这个流程开始 我们才对外面说 其实你们确诊不要害怕 你们应该要怎么做 那真的是 我们总监市真的带着志工们 大家都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志工是 第一个就是我都是 我跟总监市好在第一线 对 然后呢 第二后线的话 像我们副总监市就是 跟我们的志工队长 他们必须要在办公室打电话 因为每个确诊的事情 每天一定早上要问他 现在情况怎么样 然后你有需要什么样的物资 那现在状况怎么样 那到了中午 我们另外的厨房的部分 背勤的部分 我们还要背餐 还要背物资 然后弄完之后 总监市他自己 又要开始点所有的物资 哪一家什么人 今天确诊了他怎么样 那他如果 他打电话如果说 要什么样的物资 或是他的药品什么不够 总监市摩托车骑了 刮风效就赶快去整理 整理完之后 好 我们两个就出门了 可是这不是应该是 我们的地方政府卫生署 还是什么单位在做的事情吗 还是说你们是 就是补他们不足 所以你们就是主动跳出来就对了啦 那我请教这个总監事 因为其实当开始有一些确诊案例出现在社区的时候 其实社区的氛围大家是很害怕 然后就开始用异样的眼光 还有人确诊 然后甚至会排挤这种状况 那你们怎么去告诉志工说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做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照顾这群人 最主要我们跟志工相识已经蛮久了 所以他们都把我们当成自家人一样 所以他们第一个信息主要有确诊 或是什么信息的话 一定先来打电话过来这边 我们受期的 所以他们跟我们相处 已经相处久了 他们不害怕 他们不会觉得说你受期已经这么多点确诊了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也不敢 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 因为其实社区里面大家就是一家人的那个感觉 对 要有这种心态 那有没有听过 真的就是有被排挤到的人 有没有听过这种情况 排挤是说我们社区还是 应该是说确诊 就是听到社区里面有人确诊 对 我跟你讲这个有 我自己住的 住的邻居救人这样子 然后我们楼上确诊 然后楼下就很紧张 然后就 就有一点那种歧视那个眼光 后来就是我们楼上后来 他有缺物资或什么 因为我知道那时候是刚好来消毒被我看到 我心里想我们这一栋到底是谁 我第一个打的电话进来 我想说他的车没有移动 他每天要上班他车子没有移动 我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摸摸摸 你是不是你怎么了 他说阿姨你怎么知道 是我确诊 我说那你需要我帮忙什么 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买一个 就那一天当天我就买了一个物资 然后就把它放在他家门口 我就打电话说 阿姨帮你准备的东西 你记得他出来哪 他就很感动 后来 他一解隔职 他说阿姨 真的 我们觉得说 你们都不会怕我们 有的人是看我们看到像 像 怕好像看到我们看到鬼一样 所以说这种 我常常跟我们的社区的 不管是资工长辈讲说 其实可能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我给他们很多的资讯 就说其实这样 这个病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大家也跟他 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打疫苗的 你确实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那如果你有慢性病的 你也要注意 可是如果是以我目前有几个慢性病的人 他有打疫苗的 反正他确诊也都是轻症 轻症 对 也不是很严重 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社区里面 因为我相信这次的疫情过后 我们社区的那种团结会更好 像现在 像现在今天 总共是一大早 7点就开始要去市场买菜 他现在买回来的 几乎都是确诊的人 现在全部在社区 他们确诊已经好了之后 又回到社区 现在都这群人走进来社区 帮助社区在这段时间 对 包括共产 那什么事情 因为他们确诊 他们知道说目前 如果对Omecon 他们有经验 有经验 而且他们的免疫性 会比较强一点 他们取得无敌心心 对 大概几个月的免疫期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利用这段时间 他们又很自动又走进社区来帮忙 现在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 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好朋友 我们社区的好伙伴一样 大家都在帮忙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服务的是说 就是有参加社区协会 社区发展协会的这些伙伴 还是说只要是在我们这边周遭的 有需要的 你们就挺身而出 一般的话都是 你要住在我们社区四个里的 我服务学长 因为如果说我包三八孩不可能 对 我们的能量也有限 我们的志工也有限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经费也很有限 我们能第一个时间就是 因为我们四个里的里长 跟我们社区是很团结的 我们能尽量来帮助我们社区 这四个里 那也协助里长能做一些 他们其实我们现在看这四个里长 我们看来也是很心疼 心疼 真的 里长真的是他要服务的太多了 那又加上我们社区 在暖性的部分 能再来帮忙我们的四位里长 能分忧 那这样才是社区一个团结嘛 对 没错 的确我们如果能够用社区的力量 来去协助可能里长 然后去做好一些服务的工作 算是安抚民心的那个感觉 请他们不要害怕 这真的是 怎么讲 就是让这个疫情期间 真的让人家感觉到分外的一个温暖 对不对 那我再请教这个总干事 是不是分享一下 其实 呃 我们知道说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不理性的 因为 可能很多的民众 他得不到他问题的解答 我知道里长 受到很大的压力 你们怎么说的 那时候疫苗 打不到也是都要找里长 对 又确诊了 找不到打不通电话 要找人家求救都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比较不理性的民众 对你们发脾气还是生气的 我是没有接到 我是没有接到 但是我 我原受器 今天也有过来的那个 癌症的病犯 他是怎样 医生跟他讲 他确诊了 医生跟他讲 你只要 小便尿不出来 再过来就是 没有办法进食的话 就 会很严重 对 他会怕 所以马上打电话给理事长 理事长呢 理事长就跟他讲 在打电话问医师以后 就跟他讲说 没有关系 最主要是说 你绿茶 绿茶加柠檬 拼命的喝 拼命的喝 这是利尿吗 对 把尿出来就没事了 结果他也发过了 是 所以其实你们有看过很多 确诊的民众 社区的长辈民众 然后但是 经过大家的一个鼓励 也是你们的协助之下 其实 安然度过的情形 是很多的 对 所以他天天想过来 天天想要过来服务 是 那我请教这个理事长 那我们当然知道 有那个安然pass过的 那有没有就是真的很不幸 有 包括我自己唐媒服务就是这样子 他本身 因为他也是一个慢性病 他在牺牲 那在这一次疫情里面 因为要打疫苗 他没有办法打 他连一剂都没有打 那结果这一次的确诊 然后他那个人就是一板一眼 他一定要等到 好我去安排做PCR PCR完之后才要看医师 基本上一拖拖的两三天 两三天之后 真的是自己疫情 因为没有投药 他又有慢性病 那等他真正的排到 他真正的可以看医师了 可以开始那个要 要针对他这个疫情 他的病情已经往下了 结果他那天到医院去的时候 就已经很严重了 然后因为他到医院 我妹妹就必须被医生 请回到家里去做隔离 然后那天下午两三点 就通知我妹妹说 他先生很严重了 可能不是很乐观 然后三点多 我妹妹就趕快打电话给孩子 请孩子回来 对对对 然后那天晚上八点多 就让小孩子进去看 然后也是全面武装 进去看他最后一夜 然后隔天 就是那天的凌晨就走掉了 所以就是 可能每个人状况会不一样 但是也取决于说 到底有没有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情形 就是没打疫苗的 有打疫苗的 其实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还是要注意 就是到现在还没打的 可能能打我们还是尽量去打 至少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 因为目前在我身边里面 包括重大疾病的 还是我们的癌末 你看他都有打疫苗的 然后确诊也都是很安然的度过了 就是小心的配合相关的一个治疗过程 对 对不要提起 觉得说自己真的没关系 但是因为他的那个病程有很快的急转直下 也许前面觉得还没什么 但是突然变严重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千万要小心自己的一个身体 偶远受器也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 那个黄卡要带来 没有打过3G的 拜托一下你不要进来 尽量还是不要来 不要进来 是因为可能相对的抵抗力就稍微差一点 对 所以就是黄卡就是打满3G以后就可以 算是一个通行证 对对对 就是你想要来做服务 你必须先把自己顾好 不是走服务 你要进来运动的 你还是要3G 也是要 现在都还是要 所以社区目前其实是可以开放的 就是如果你要来的话是可以开放的 那是不是来请理事长你再分享一下 就是在这个疫情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们除了应该是说原本的课程 已经没办法进行嘛 对不对 现在有恢复嘛 有我们课程有 现在有继续恢复了就对了 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是降宅嘛 我们希望是我们的妇女成长的 跟我们本身的 我们正常的那种普通的成长班 课程还是可以 课程 没有我们就请他们暂时休息 哦 那我们据点的长辈 因为我们在去年的疫情 休息一阵子 没有让他们进来 因为那时候三级警戒 完全是不能 是完全不行的嘛 那不行 过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看了所有 长辈啦 失知失能的这些 哇就变得很严重 甚至我们社区也有 也有长者 因为他本身有忧郁症 那他 我们政府的一个 像那种心理治疗师 那个抽去做 那个心理治疗师抽去做疫调 然后这群人就没有 这群人就少于照顾 然后在去年 刚好八月份 有一波的自杀场 然后也 我们的长辈也因为这样子走掉了 然后后来 回来很 有长辈很呆滞 甚至 就很严重 后来我们总干事 变化得很快就对了 对对对 我们总干事那时候 跟我们志工队队长好 也针对我们的长辈 跟我们的志工 有类似这样的病 病情变严重的 我们用多少时间 每天他们开车 就几个人 带着这几个长辈到处去 去散心 去郊外 去喝茶 我看了 那时候那段时间 差不多也 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才把这些长辈救回来 那我今年又要让 因为我就是让这些年轻的课程先停 那我们的据点的所有的活动 是正常的 我不想让我们的长辈 他们 全部退出在这个 这个活动里面 然后等到真正的 又过几个月要带他们 会更辛苦 那我也不希望是 我在听到长辈 因为这样的所有的课程不能 不能上课了 然后使他的 心情 对心情变成愚悶 他们都变成一个心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正常的上课 那唯独我就跟他们讲 如果你们家人 如果有人确诊 我拜托你们 就务必要休息下来 不能来 不要强行说一定要过来 这个是几乎每天都在提醒的 是 好 那就是在疫情期间 其实我看到你们好像 就是有排班是不是 然后有一个 你们是怎么去 规划你们的一个服务的内容 然后大家要分工合作 来做些什么事情 你要先讲我讲 你先讲 那总监司先来 这个是志工队长在排的 哦 志工队长在排 因为有些人 我礼拜一 我有事情 我绝对不能排我 我礼拜二 我不能排 对不对 都有 排班也麻烦了 对 最主要是礼拜四 礼拜四买菜回来 菜要整理 很笼统 要整理 比较多点不喜欢 哦 还有这样子分的 对 比较多点 也没有办法 所以都是 礼拜四 安德上 都是男生 都是你来 没有 没有 主要有男生的话 就叫男生多来帮忙 这样 哦 哦 啊 那个志工队的队长 他 排班排好了以后 我一定要合队 合队就是说 里面排班的话 一定要分成 里面只能有两天的时间 他 他排班的 他排班的 其他的不能排 比如说 我看到我排班 我旅后 排班在里面有三天的话 我一定跟那个 跟志工队的队长讲 所以这个我一定 要稍微确认一下 对 是这样的 因为几乎像 我 总干事 副总干事 跟志工队长 我们几乎是每天都到社区去 然后几乎有时候真的是 我们几乎除了回家晚上休息之外 都在社区 几乎几乎快要24小时都卖给社区了 那因为在社区里面 包括刚刚总干事讲的 他 礼拜四 我们去买菜回来了 那有些 很多事情 没有人发落 或没有人收尾 一定是 总干事一定要在第一波 所以他为什么 他一个绰号叫做妙工 妙工 他的妙工 就是什么事情 他都要做 对 对 不管是怎么样 人家要倒垃圾 怎么样 一定就是找他 所以我们有时候 都是 我们真的是在社区里面 大家 有时候都互相大小生 可是我们出了大门 大家都变成 还是一家人 都会互相关心 然后在这一次 包括这一次疫情里面 真的 不管怎么样的辛苦 我觉得是 整个团队里面 是很合作的 一直一路上 都在协助 包括确诊隔离的 然后整个社区里面的 长辈也好 志工也好 然后大家 真的是 在这几天来看起来就是 我们也大家齐心齐力的 一起想要 赶快大家一起度过 这一次的疫情 虽然是说 现在还在所谓的高原期 对 但是呢民间的力量 还是要持续的进入 所以大家其实 首先就是顾好自己 我听说你们社区还帮忙 组这个清冠一号是不是 对 因为在这一次里面 刚好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就是前一波 蛮严重的那一波 真的是大家要 譬如说 PCR还要等很久 其实有很多的志工跟长辈 已经都 那个什么 已经有症状 咳嗽喉咙痛 甚至说他已经都吞不下了 那我们也知道 后来我们帮他视讯看诊 然后包括新冠一号 新冠有的是有粉的 有的是水草 那个草药的 那你草药 因为没有粉的时候 你必须他给你这个 你还是要拿 对 对 那你拿回来都是医师的处方签 我们就拿到我们社区里面 整个就在那边 赶快就开始帮他煮 然后分工合作的帮他煮 那时候就是我们志工队跟 志工队长 跟我们厨房的 就一直在那边帮忙煮 煮这个新冠一号 然后到最后弄完一杯一杯的 然后就有开始 总盖室整理完之后 我们两个再出去送 然后就挨家挨户了 拿几家 然后确诊了 然后又什么东西 都是我们送过去 那不便宜耶 好贵喔 对啊 好贵喔 而且我觉得 重点是你们的爱心 是你们愿意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要花一点时间 在处理过程 对不对 是 那我们这个民权社区 真的在你们的带领之下 在你们的引导之下 真的在这个疫情期间 发挥了很多的一个 守护的一个功能 对不对 我们林盟 当时候最高最高的价钱的时候 我们理事长 接一百 对 他就是 打电话给他们 他是经典人盟的律师长 他就打电话给台南的跟高雄的 说 问他们那边有没有 柠檬 就直接寄过来 哦 真的 寄两箱过来 那还要靠理事长的人脉 要找到这些人 要马上想办法去解决 没有柠檬客 所以我很谢谢南部的经典的伙伴 我们南部社区据典的伙伴 我们一听到我们这边都买不到柠檬 这样子 马上的两箱送过来 然后夹一夹 哇 这边几箱 这边一箱两箱 这样子都寄过来 然后让我们也让 所有的志工跟长辈 都分给他们 一人一些放在家里 我说有时候你就泡绿茶来喝喝 然后结一下喉咙也不错 平常的养生啊 对 照顾一下对不对 是 那真的好人感觉很感激 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还是到处都有温暖的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 民权社区发展协会 照顾我们社区的一个大家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